這座位在仁愛區南新街51象山上 500噸的紅旦山配水池 設置20多年來 內部沒有侵襲導致淤積 居民向里長和市議員增濟鹽反映 嚴重影響附近住戶用水的水質 綠水池應該是一年要換一支 現在一個月就要換一支了 整支海綿都是黑的 都很混濁 人民反映感謝委員 勿控開工就來跟我們幫忙 還有水公司也是昨天有來會看過的 我們這邊應該是51項31項尾 這邊可能是300多戶 都使用這個備水池的水塔 那因為也有接過里長的反應 然後那個濾水器很快就髒掉了 然後這邊也拜託我們林佩祥委員 那林佩祥委員也迅速的通知自來水公司 然後馬上來做會看 然後自來水公司也承諾了 未來一定會定期的監控 這個備水池讓民生用水能夠無慮 因此市議員曾經研特地請立委林佩祥邀及水公司一區處 等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一區處也當場承諾 二月底前將派人清洗這座紅旦山500噸 配水池內部讓居民安心用水 這個水池我們紅旦山這個500噸的水池 那我們預定在二月底的時候會把它重新再清洗一次 那耳後我們也會定期的做清洗的動作 紅旦山被水池的會刊是佩祥在從去年選舉的時候就曾經跟我們李建德里里長跟我們曾經研議員一起來討論過需要急需馬上處理的事情 那這邊我也對於自在水公司很快速地去做出反應來符合民生的需求 那是覺得高度的肯定 從劉文雄委員那個時候爭取來之後現在也經過二十幾年了 那這二十幾年的時間那清的時間比較不固定 所以到現在我剛剛聽說我們在這邊用水的好朋友已經將近說一個月要換一支綠水星了 那佩祥在這邊很高興說我們這次的會刊能夠立竿兼營 高地供水在基隆不會是只有我們仁愛區 紅旦山 我們這邊這個被水池這邊的問題而已 而未來佩祥也會積極配合各地的里長 各地的議員去辦理各地高地供水 怎麼樣去改善 去改善現況 然後提供我們所有基隆市市民一個更好的用水 一個更安全的用水環境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